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书 邀您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范花林收听杨造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点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日本作家三道游记福 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 这部作品现在已经在 日本的文学的传统当中 甚至我们放进到世界 文学的环境当中 它是一个非常坚实 非常重要的经典之作 这个经典之作 书名叫做《风饶之海》 木马出版公司刚刚出了新版 所以有了在装真上面 非常用心 非常特别的这个新版 就值得如果大家过去 没有读过 或不知道《风饶之海》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让大家去找到这套书 或许花一点点时间 稍微多一点点时间 把这部作品予以阅读笑话 你应该会得到非常丰富的收获 三岛游记福在他生前 最后的这一部作品 他写了一个四部曲 所以《风饶之海》一共包括四本 第一本是春雪 第二本是奔马 第三本是小事 第四本是天人武帅 我们清楚的知道 这部作品完成的那一天 是1970年11月25号 三岛游记福 他把他的第四部天人武帅的 最终章的稿本 抄完了之后 在那一天的早上 他把这个稿子交给了 他的出版社新潮社 然后就在中午 他学同了 他当时所成立的 一个特别的一个组织 叫做顿之会 他把这一群顿之会的同志们 依照当时的计划 跑到东京市谷 路上自卫队 东部方面的总监部 就发动了 这个结束他生命的惊人之举 这个惊人之举 是他去到了自卫队 因为他的名气 所以他跟他的这些同志们 带着刀 顺利的通过了检查 因为他说 他要来拜会这个指挥官 所以大家没有办法 不可能阻挡他 也不怀疑 可是见到了这个指挥官之后 他们就发动了 袭袭攻击 加持了这个指挥官 加持指挥官之后 他要求 他威胁 如果要保住这个指挥官的性命 所有当时自卫队 东部方面 在营区里面的军人 必须要集合来听他训话 他训话讲什么呢 他讲 自卫队是如何失去了 日本的大和精神 是如何不再能够体会 不再能够服应于天皇的 这种神圣的精神 所以要求这些自卫队 起而改造 让自己变成 卫护大和魂的 重要的力量 讲完了这番话之后 接下来他就进到 自卫队总监部的办公室里面 然后就执行了 他切伏自杀的惊人之举 1970年11月25号 就是在这一天 三道尔基夫 用这种震惊了全世界 还甚至变成了 国际新闻的这种方法 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 三道尔基夫之死 是这么样的戏剧性 然后呢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以及让他策划这件事情之后 他想什么 很自然的 我们就会感觉到 《丰饶之汉》是他 最后写完的作品 写完了之后 他就自杀了 所以应该是 在《丰饶之汉》的 这一部作品当中 我们可以找到 三道尔基夫 他最后人生的 这一段 他在想什么 以及 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我们很自然的 就会把这一部 《丰饶之汉》 看作是 解谜之书 里面应该最清楚 记录了 三道尔基夫 他走向 切腹终局的过程 所以有一种意义 或者是很多人 读《丰饶之汉》的时候 不免就会放在心上 是认为 《丰饶之汉》 应该可以让我们重建 三道尔基夫 他决定自杀的 来龙去脉 所以如果用这种 解谜的态度 这是其中一个 很自然的一种态度 来读这一部 《丰饶之汉》 可是我们会 非常惊讶地发现 原来我们认为 到他死前 他都在写这部小说 小说里面 应该有很多很多 可以映照 他的生死观 以及他为什么自杀的 这种理由 可是实质上 《丰饶之汉》 能够提供的线索 非常的稀少 而且非常的薄弱 甚至在许多地方 出现了 令人困惑的 这种矛盾跟冲突 如果从三岛游基夫 他的自杀 去看这一部《丰饶之汉》 最引人注意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 会是其中的第二部 第二部 刚刚跟大家说了 他的书名叫做 《丰饶之汉》 在奔马的这部小说当中 他有他的主角 其中的这个主角人物 阿勋 他是切腹自杀的 切腹自杀 他最后切腹自杀的那一集 也就是奔马的结尾 而且小说的背景 是拉到战争战前 三零年代 追索了当时热切渴望 要还原一种大和魂 那样一种纯粹 日本之美的 这一群年轻人的活动 包括也在小说里面 写了 记录了 反映了 他们对于时局的各种不同的看法 还有 小说有很大一部分在讲 死亡 切腹自杀 自死 跟所有其他的死亡 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在那个过程当中 最后就显然 阿勋他们 包括他们所发动的革命的这种行动 其实最后是要追求的 不是革命的成功 他们知道这种革命 或这种骚动 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 主要是骚动之后 所有的人都要切腹自杀 所以换句话说 切腹自杀在这个小说里面 显现出一种近乎绝对的诱惑 他们对于切腹自杀 用这种方式迈向死亡 有一种终极的向往 而且在奔马的小说里面 这部小说里面 有一份关键的文字 在小说里面 是阿勋找到的一本叫做 神风莲史话的书 因为受到神风莲史话的感染跟影响 所以才让非常年轻的时候 就变成了剑道高手的阿勋 走上了用暗杀跟死亡 来效忠天皇的这条不归路 那这一部小说 在奔马里面 它有一个第九章 第九章是这整部小说当中 最长的一章 这整章三岛游祭夫 都拿来记录 都拿来登载 想象当中 当然是三岛游祭夫 他自己虚构的 这一本神风莲史话 就非常明显的 三岛游祭夫他叫藉由这样的一个虚构 再造明治时期的这个文本 他模仿古老的明治时期的这种写法 自己创造出一个神风莲史话的书 然后把它写在小说里面 这是我们可以这样揣测 我们这样理解 是为了要完整的能够陈述 切腹自杀这件事情的意义 神风莲举事 坦白说从小说里面看得出来 他像儿戏一样 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 这个历史事件当然是彻底失败的 而且是不是不小心失败的 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注定一定失败 为什么呢 包括神风莲他们坚持这些人 只用传统的武士刀 因为他们不愿意拿西方的现代的武器 他们要保存这个纯粹的打合魂 日本传统的精神 那个现代武器对他们来讲 是会污染他们的 会污染他们的纯粹的精神 然后呢 神风莲举事的时候 他们所号召的同志不到200 可是他们所面对的敌人 有着西方现代武器的这个敌人呢 兵力超过2000 更糟的 他们甚至没有得到 自己笃性的神意的认可 他们在神社里面去寻求 叫做语气笔 可是最后到最后 神社的这个语气笔都没有同意 都没有正面肯定的答复 这个启示是在明治九年 废刀令的颁布底下 不得不勉强发动的 因为废刀也就意味着 过去日本的武士可以配刀这件事情 现在被新的日本在法律上面明确的给禁止 对这些人来说 这是对于传统的一个灭绝 从此之后 没有武士这件事情 他们非得要强烈的抗议 所以他们为什么要用 只用武士刀来发动这样的一个局势 这就是最关键的理由 只要废刀令确实执行了 不只是他们心中的这种大核的精神被剥斗了 他们未来武装启示也就更加不可能 所以是在这种仓皇 这种仓皇的情况底下 他们举世 怎么可能成功呢 因而神丰莲史话 三大核基副主创造出来的这个虚构的文本 内在真正的焦点 与其说在于起义举世 不如说是刻意要酝酿一种起义 必然失败的反应 起义之后混战了一夜 并未对当时强烈戏化的明治日本社会 有任何的影响 所以书里面 也不可能去赞颂这些烈士们的历史攻击 反而真正写的是什么 写的是长篇累读记载 失败了之后 如何一个一个选择了切腹 或者是刺猴自杀的命运 换句话说 奇异相形并不重要 这只是一个序曲 甚至只是一个借口 引发了自杀悲壮美感的借口 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 小说跟现实当中 三道游记夫的选择的连结 我们想到了1970年11月25号那一天 顿智慧进入智慧队甲齿长官 要求智慧队员集合聆讯的过程 那也是一场必败的闹剧 所以是不是三道游记夫 就是用这种方法在告诉我们 他到自卫队里面 他也并没有觉得 他真的能够对日本的社会 发挥什么样的冲击跟作用 真正要的是 他要有一个切腹自杀的 他心里面 应该要有的 代表日本精神的悲壮的结局 是这样吗 我们休息一下 后来继续聊 Zither Harp 都在说爱爱爱会随着世界莫名 把幸福变得绝望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 大家好 我是林凡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所有 卻更加耐人寻味 让我变得更淡定 这是要听 这是要听 听 听 台北广播电台 感谢您去收听杨造坦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9点 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书是 木马出版公司刚刚出版的新版 三道游记夫的最后之作 这一部日本文学的经典 《风饶之海》四部曲 四部曲包括了第一本的《春雪》 第二部的《奔马》 第三部的《小事》 以及第四部的《天人五衰》 这部作品是在1970年11月25号 那一天完成的 完成了之后 接下来三道游记夫就发动了 他切腹自杀的这个计划 那个计划 那个过程回到现实里面 那也是一场必败的闹剧 三道游记夫向自卫队员 训示天皇精神的时候 那根本不是一个 英雄式的戏剧性场面 虽然他鼓足了中气 放大了音量 但是 在没有麦克风的情况底下 大部分的自卫队的队员 根本听不清楚 他在说什么 也就更不可能被他感召 认同他 参与他 更糟糕的是 这些自卫队员 没有听几句 就开始不耐烦的鼓噪 四下叫喊一些嘲讽辱骂 三道的话 场面是一片混乱 不要说庄严树木 就连基本的资讯 几乎都无法维持 所以三道游戏夫 他只好匆匆的结束了演说 退回到办公室里面去切腹 然后呢 由他的弟子 生田必生 用武士道替他砍头 这是他真正死的 那个过程 所以前面的混乱跟狼狈 就像是这一部小说 第二本 奔马里面 小说当中虚构的这个文本 神风连史话 所描述的这个起义的经过 那种无意义 不可能产生任何结果 也跟神风连的行为跟形式 是一致的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 把奔马读成是 三岛切腹的预备告白 我们就可以这样解释 或这样理解 三岛游戏夫呢 就像小说里面的这个 范早勋 阿勋 抱持着一种至高至极的 神圣天皇的信念 天皇最大的本质 不在于政治 不在于社会 甚至也不在于历史上 而在于他的绝对超越性 超越政治 超越社会 超越历史 天皇的存在 就保证了 世俗一切以上 一股超越价值的存在 这是天皇的意义 对他们而言 所以从神风连到小说里面的范早勋 再到三岛游戏夫 他的本人都相信 这种超越价值的必然跟必要 也都忧心悲痛于 代表超越价值的天皇 被用这种方式贬义 因而就沦陷了 所以他们觉得 要采取行动来挽救 被世俗跟意识所侵扰的 这个绝对的天皇的价值 可是不管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这个行动本身 也是对于绝对的一种僭越 也是在绝对的面前的一种冒犯 所以在奔马里面 有一个非常奇特 但是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比喻 范早勋就比喻说 这很像是你自己手里面 有一个滚烫的 然后但是你知道 最美好的一颗饭团 因为这个饭团滚烫如此的美好 所以你要奉献给天皇 为了把这最美好的东西 你自己知道的最美好的东西 奉献给退皇 过程当中 首先你要能够忍受 这个滚烫的热饭 把它捏成这样的一个饭团 呈献给天皇 但是呈献给天皇 你就不管 你把你自己认为 这个这么样的美好 这么样的重要 所以你才要呈献给天皇 可是不管天皇喜欢 或者是不喜欢 接下来呈献完了之后 你都必须切腹自杀 你不觉得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作为一个人 你跟天皇是不可以 不应该有这样的连结的 你奉献你自己认为 好的东西给天皇 都冒毒了 都複毒了天皇的神圣性 但是你一定有这种冲动 即使你必须切腹自杀 你都要把你认为的 最好的东西奉献给天皇 这是一个对于天皇神圣性 跟绝对价值表露的一个 非常精彩的一个比喻 它是贯穿在奔马的这个小说里面 所以做完了之后 做的人就必须要切腹自称 才能够维护自己心目当中 这个绝对价值的绝对超然性 这一套论理 落在天皇已经轮移的这个现实里面 一路从明治天皇 从明治时代开始 到了昭和 尤其是到了战败之后 美军占领日本 第一件事情要做 而且要彻底执行的 就是要把天皇拉下来 让日本人都知道 天皇不是神 天皇是人 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现实底下 就变成了 只好以切腹的决然意志 用这种牺牲跟悲壮之美 来唤醒 已经慢慢被遗忘掉的天皇的价值 来抬高被拉低下降的天皇的位置 所以这第二部小说 奔马就在指点我们 有那么多表面的声音 各种不同的情绪 真正核心的动作是切腹 核心的关怀也不是天皇 而是天皇所代表的那种超越神圣性的价值 三岛又继父他想要在小说里面 到后来用他自己的切腹的行为 要维护的 似乎是一种不被世俗意念跟动作 所牵绊影响 高于一切 却又笼罩一切的这种价值 只有这个价值的存在 才能够保证人在世俗的功力之外 愿意去追求 愿意去肯证 美的必要 也才能够保留这种美的思量 这种美的思考 美的念头 不被排除 不被牺牲 这是我们如果是单纯的把 奔马 跟三岛又继父的自杀的行为 连结在一起 这其中的一种读法 可是这种读法 当我们真的认真的读 《丰饶之海》 整部小说四部曲的话 却会碰到两个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严重的问题是 奔马不是用范早勋的观点 说写的 奔马的主题跟主调 甚至不是完全同情 完全认可范早勋的 奔马被包裹在 《丰饶之海》 四真四假的 四世轮回的故事架构里 好 为什么写了四部曲 其实这四部曲 就是四世轮回 一开始 小说第一部里面 春雪里面的清闲 似乎是用了各种不同的形式 每到了将近20岁的时候 他就死掉 然后就轮回 变成了另外一个生命 出现在原来他的朋友的眼前 跟在他的生命里面 所以这个用这种方式 这种架构所写的 《丰饶之海》 无可避免 就是必须要透过高度理性的 他的这个朋友的眼光来看 是这个法官 本多凡邦 他一次又一次的遭遇了 这个清闲的各种不同的 轮回的在世 而本多呢 他对于轮回的可能 感觉到炫祸 不过他始终 其实是一种理性秩序的光 照彻了范早勋思想里面 许多幼稚跟荒诞的部分 在奔马这部小说里面 本多凡邦 他读完了范早勋 借给他的神风莲史话 他立刻写了一封长信 给这个少年阿勋 信里面呢 有这样几句关键的话 他说 神风莲史话 是一个已经结束的悲剧 也是一个激进 艺术作品的 完整政治事件 更是一个出自于 人类天真意念的 宝贵的实验 但美如梦境的故事 绝对不可以 跟当下的现实 错乱混淆 故事的危险性在于 抹杀了矛盾 神风莲史话这本书 只顾 只守着事件核心的存真 却牺牲了外在的脉络 更忽略了世界史的关照 也未曾探索 被神风莲视为敌人的 明治政府的历史必然性 当时的日本 无论何等不切实际 或激进的思想 都有一丝实现的可能 即使是彼此相反对立的 政治思想 都同样发自于 朴实与存真 这种背景 截然易于 目前政治体制 坚固的时代 所以你看 如果三岛游记夫 真的是认同跟认可 范早勋 那本多凡方 这一番真诚恳切的话 从哪里来的 这也是三岛游记夫写的 小说后面还出现了 鬼头真子为了爱 去做卫政 想要替范早勋 脱罪的这个情节 在真子的 卫政底下 阿勋必须 也的确否认了 他自己的 纯正意志 这一段写来 我们也读不出 三岛游记夫 有任何反讽 或者是谴责的意味 所以更严重的 第二个问题是 奔马 甚至不是 三岛游记夫 去执行自杀之前 他最后所写的 奔马完成在1968年 离三岛自杀 还有两年多 这两年多的时间当中 一边积极的参与 顿之会的活动 三岛游记夫 他另外一面 快速而且热切的在写 丰饶之海的第三部 跟第四部 如果写奔马的时候 切服已经是 三岛的中心信仰的时候 为什么又有第三部的小事 第四部的天然武帅 然后在这两部小说里面 后来的小说 就再也看不到 切服自杀的 这个主题的元序 反而一转 在这后面两部小说里面 写的是什么 写的是神秘 而且又非常宏阔的 佛教的威士的哲学 再加上带有虚无意味的 真伪轮回思辨 所以换句话说 也就意味着 我们今天读 丰饶之海 有两种读法 这两种读法 都可以成立 但是这两种读法 毕竟还是有它 不同的方向 跟不同的收获 一种就是 我们把丰饶之海 当作 三岛游记夫 自死的解谜之书 可是 它不能真正解谜 所以与其如此 还不如我们用一个 更开阔的心情来读 丰饶之海 放掉 它跟三岛游记夫 自杀之间的关系 我们要体会 要了解 这是三岛游记夫 他决定 自杀去死之前 他要把它 自己内在 关于小说 他能够奉献 他能够书写的 最广阔 又最深邃的东西 全部放在 这一部小说当中 从这个角度 也许我们 反而可以在 小说里面 读到更多 思考更多 认识更多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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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